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突发焦点 就在昨天北京方面公布了最新的人事任命 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 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免去张晓明的港澳办公室主任 改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级别还是政部长期 这是继上个月4号 王志明被撤去中联办主任一职后 另一位主管香港事务的最高级官员被调职 我们可以看到张晓明被调职传闻已久 当王志明被调职之后 相当于是冷藏之后 昨天另外一个靴子算是落地了 我们看看张晓明的背景 张晓明是1984年西南政法大学毕业 1986年进入人大法学院学习 毕业之后 副国务院港澳办当时的港澳办主任 廖达的秘书 然后一直在港澳办里面工作了几十年 其中历经中英联合小组 和香港基本基本法委员会工作 张晓明在张晓明于2012年升任中联办的主任 在张晓明任中联办主任期间 他发表了一些很有争议的言论 2014年 2014年张晓明对张晓明在回答北京是否容许 泛民主派人士担任香港行政长官时发表言论 让你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文明和包容 还有仍然安然坐在这里就反映我们的宽大 就这一番言论被泛民主派人士批评为活着论 还有2015年9月11号 张晓明在出席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时 就香港的政治制度表示 基本法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以特区政府作为核心的主要体制 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这个言论在香港也引发了巨大争议 多位民主派人士对此做出评论 有的泛民律师人士就指出 根据香港的基本法行政长官是要受到多重权力的制约 比方说司法独立言论自由 行政长官并没有像中国政府体制那样的 具有一把手或者是核心的价值 在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831决定 否决了香港的双普选 从而拉开了香港的雨伞运动 也就是占中运动 在历时三个多月的这场风波中 张晓明作为时任中联办主任是负有非常大的责任 当年就像2003年7月1号 当时董建华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提出23条立法 结果香港人50万人上街大游行 从而被迫收回这个立法 宣布无限期推执 而且董建华因此而提前下台 当然当时的原因是以身体原因 什么是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呢 这一条立法主要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 就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包括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窃取国家机密的法 要把它写进香港基本法 这在当时的香港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一个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 它拥有司法独立言论自由 如果按照中国内地的标准 任何一个批评中国政府 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都被列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 每个香港人都是罪犯 因为香港可以上谷歌 可以上推特 可以上Facebook 是吧 它跟大陆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政治体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国家这个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 会引起这么多香港人的反对的原因所在 张晓明在香港的表现 一直受到中央的一些批评 因为他进一步的激化了矛盾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 因为那个时候参与雨伞运动的 大部分是香港的年轻人 90后为主 发展到去年出现的反送中运动 也就是张晓明从中联办主任 调任港澳办之后 王志明升任中联办主任 就是在王志明期间 出现了这个反送中运动 这个反送中运动 也就是雨伞运动的一个延续 因为它的主力 依然是香港的年轻人 年轻的学生 而且还有中产阶级的参与 这个反送中运动 从一个反对一个反送中的法律 变成了后来的普遍要求民主 提出了五大诉求 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全世界二十几个城市 香港人还有国际友人 纷纷站出来支持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 美国也通过了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也在制定类似的香港法案 来制裁这些违反香港民主与人权的 香港官员以及内地官员 所以说在张晓明任内 以及张晓明担任 不管是中联办还是港澳办 他对香港的这个乱局 负有最大的责任 因为他的政策 也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政策 使香港的年轻人 90后VP的年轻人 全部站在了中共的反面 大家从这一次的 去年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就能看出 香港的很多年轻人 没有一点政治经验 在这个趋势之下 纷纷击败了建制派的 很有经验的一些区议会的议员 香港的泛民主派 拿下了85%的选票 在区议会里面 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里面 同样获得胜利 所以这一个局面 张晓明 以张晓明为首的 这帮人制定了这个 执行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强硬政策 塑造了整整一代香港人的反对派 所以当这批年轻人 这批90后 这批00后慢慢成长起来之后 他们是天然的反对派 这也是香港的 港独的声音 从微不足道 为什么现在会得到一些香港人的认同 这与他们实施的一些政策 是密不相关的 所以张晓明下课 或者说是调职 也是在香港的政治圈内 一直流传 在昨天终于得到证实 张晓明为这个 中共的这个治港政策付出了代价 在2018年3月 在全国人大全国这些两会期间 北京呢 也收到来自香港政商界 包括建制派对张晓明的举报 内容涉及到了大量张晓明 贪污以及和香港商人的一些不法勾当 还有就是假传甚至歪曲中央意思 因为中联办 港澳办是中央了解香港民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如果张晓明在中间有所隐瞒 或者是有所瞒报的话 对中共的决策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张晓明最终被调职 至于夏宝龙 夏宝龙现在是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之前是在浙江担任习近平的副首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 在他的治理期间 最有名的是2013年的三改一拆运动 实际上有最臭名昭著的 就是对基督教教堂十字架的强拆 在夏宝龙的任内 在浙江省有多达两千多家基督教教堂被拆 所以在海内外 夏宝龙都是一个强拆教堂的一个罪人 或者说一个恶人 在人们都以为夏宝龙到65岁就到点退休之际 结果他反而不但没有退休 反而高升一成 从浙江省委书记升任全国政协副部席 从政省级升任副国级 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的官场的一个规则 就是朝中有人好当官 因为夏宝龙在浙江期间 他的顶头上市就是习近平 如今习近平贵为一尊 他用的人也基本上都是他之前在福建 浙江所谓的之江新宇派 夏宝龙就是他的一个铁杆亲信 在昨天的任命中 我们就能看到习近平现在确实基本上无人可用 夏宝龙是他的铁杆 在香港问题上他只能靠自己的亲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夏宝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基本上是二线职位 昨天又被重回一线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在香港问题上 这个习近平中共政府的政策 现在只是换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这个变局 怎么解开完全是政策的因素 而不是换人的因素 如果换一批人他的这个思想或者他这个政策 还是中共政府的这种高压政策 强硬政策 还是从经济角度入手 多盖一些房 多投资香港 或者说让国企投资香港 这种是治标不治本 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它的根源在于没有双普选 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公信力 香港的行政长官林俊叶娥 在多次港大的民意调查中 他的支持率不到10% 是目前香港历任特首以来最差的一个 而且在林俊叶娥 在给香港工商界的电话中 也透露出自己有辞任香港特首的愿望 但是中央没有允许 这也是被BBC路透社给报道出来的 所以香港这个问题就是个烫手山鱼 除非中共正视自己的政策缺陷 敢于回应香港民众的诉求 就是五大诉求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五大诉求其中有一点 双普选在中共正看来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就像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所说的那样 极权主义和民主自由是不能共存的 所以香港问题在我看来始终是无解的 谢谢大家